男人站在马路上想让汽车撞死 可车辆来的那一刻他却被整个穿透 因为他早就死了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经被抛尸荒语 按照男鬼的描述 大壮两人赶紧堵住了凶手社长的趣味 但因为毫无证据 社长反而还威胁会举报他们 到晚社长准备跑路时 大门却突然紧闭 随后灯光开始不断闪烁 墙上竟莫名出现了一段写字 甚至电视机也播放起男鬼晕死的新闻 这一幕让不信鬼神的蔡花都看傻了 随后他就看到一瓶番茄酱莫名飘出 紧接着男鬼就把番茄酱涂抹在自己身上 直接出现在社长面前 你不要过来啊 下一秒 此时被吓闹的社长立马出门 刚好看到蔡花 于是他连滚带爬的过去求救 而蔡花也趁机录下了社长的所作所为 次日社长就被捉拿归案 而冤死的男鬼在临走前也回到妻子身边 看着女儿和妻子生活的幸福 他也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